TBS 陳田懷迅 要持續帶您關心政治焦點 也就是精華城案 在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佑淑慧現在就爆出 其實之前立院在發生衝突的時候 黃珊珊就被拍到 正在看精華城案 認為這跟民眾黨 後來一個說法有矛盾的地方 根據中時報導 其實包含這個侵略的名嘴 李正浩就爆料 說這2020年的3月10號 有召開一個神秘的會議 而他也是精華城案的起點 也點出了 其實就在這所謂的神秘會議 結束後的七天收到的陳情信 讓這個科辦是迅速的來交辦 但是議員有時候會就質疑了 他說柯文哲明明就強調 這黃珊珊跟精華城案 是沒有關聯的 但怎麼在立院審 國會改革法案的時候 媒體卻拍到 這黃珊珊正在看精華城案的文件 他認為這跟柯文哲先前的說法 其實是有非常大的矛盾 因此也提出了相關質疑 除了精華城案之外 現在民眾黨需要趕快來止血的 當然還有政治獻金的風暴 甚至現在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也要喊告柯文哲 根據《自有時報》報導 其實鍾小平在今天上午 就回到台北地檢署 對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申報政治獻金不實 還有黃珊珊涉嫌製作假民調 要來提出告發 鍾小平他就說柯文哲在大學期間 是違法申報了916萬元的費用 同時要求應該要傳喚黃珊珊 而至於另外一起的告發 是針對黃珊珊還有民調製作假民調的部分 一使要使當初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是有不當選的情形 他認為這已經涉嫌違法了選罷法 結束要帶您看到是在基樓 居然爆出了有這個虐童案 虐嬰案 五個月大的女嬰居然是突然貪婪 而且送嬰之後確認是誘腦出血 根據UDM的報導 其實這名女嬰是透過美和平台來找保姆 一號開始正式送托 但是女嬰在15號的時候 居然是突然貪婪 送嬰之後出現了幼腦出血的情形 即使救活 其實最後恐怕也會成為職務人 所以醫師就告訴家屬了 這有可能跟大力油晃是有關聯的 所以現在他的家人也希望 市府還有警方可以協助來找出真相 而今天市府也表示 已經按照規定通報衛福部 還有地檢署 而家屬會這麼心急 就是因為他們懷疑 這個可能跟保姆是有關係的 而且他們請保姆要來提供監視器畫面 但是得到的回覆卻只有 我們的監視器只是及時影像 所以沒有安裝記憶卡 沒有辦法來提供 而監視政府也說 現在這名女嬰經過手術之後 目前是留置家戶病房來觀察 同時也要求相關的單位要全力救治 而檢警也已經著手吊場當中 除了烏克蘭是再度的炸毀橋樑 要來阻斷二軍的補給線之外 其實俄羅斯當然也是反擊了 向烏克蘭首都發射了彈道的飛彈 根據中央社跟中國時報報導 就在烏克蘭跨境攻擊之際 其實俄羅斯的總統普京 是仍然決定要到亞塞巴蘭 展開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 但是除了展開國事訪問之外 俄羅斯軍隊其實也在18號 也就是對烏克蘭的首都 發射了彈道的飛彈 而這也是8月以來 第三波的飛彈攻擊 但是基辅的軍事機關首長就說了 這每次攻擊恰好都是間隔六天 而這段期間除了飛彈之外 其實烏克蘭也擊落了 多架來自俄羅斯的空襲五人機 最後一樣是國際焦點 要帶您關注在美國總統大選 可以看到現在賀錦麗的 整體的民調 其實已經為夫理先川普了 而民主黨的全國代表代會 也會在19號登場 賀錦麗也將接受提名 成為首位亞非裔的女性總統候選人 根據重視新聞網報導 其實最新的民調可以來看 這賀錦麗是以49%的支持度 是領先川普的45% 也打破一個多月前 這個敗川勢力 勢均力敵的一個僵局 而華盛頓郵報還有ABC的新聞 以及這個民調的機構 其實都有調查 這個賀錦麗是取得49%的登記 選民支持 如果這時候再把這個小蘿蔔 甘乃迪納入的話 其實賀錦麗的支持度 是達到47% 同樣是高於川普的44% 至於甘乃迪其實就只有5% 而一樣也是同個機構 其實在今年7月初的時候 又調查這個川普跟拜登 當時川普的支持率是43% 拜登是42% 甘乃迪是9% 所以如果沒有換人的話 其實這兩個人的對決 拜登跟川普 將會呈現46%的焦灼狀態 以上就是為您掌握到 對機車新聞內容 將鏡頭交還給朱伯安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